星期天,一群抗议者在夏洛特市体育馆外游行 当时全国美式橄榄球联盟的卡罗莱纳黑豹队正在那里比赛 星期六,警方公布了现场警察随身佩戴的摄像机和警车里安装的摄像机拍摄的录像 这些警察当时在一栋公寓楼外面与43岁的黑人男子斯考特发生对峙 其中一段录像显示斯考特从车里出来,慢慢地往后退 当时有几名警官命令他放下武器 警察稍后开枪击中斯考特 这段录像并没有显示出斯考特是否像警察说的那样持有武器 这次枪击事件发生后,夏洛特周三爆发示威游行 游行期间出现了暴力行为,店铺的窗子被砸碎 抗议者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警察向人群使用了催泪弹 一名26岁的青年男子在暴力冲突期间中弹,伤重不治而死 不过开枪者不是警察,而是示威人群里的某个人 警方说,上星期二,两名便衣警察开着一辆没有特殊标志的汽车 来到斯考特居住的社区,准备逮捕另外一人 他们刚好看到斯考特坐在自己的车里,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警察认为是大麻烟和一只手枪 斯考特的家人多次表示,斯考特没有武器 他坐在车里看书,等儿子学校的校车,接儿子回家 警察就是在这个时候迎上前去的 威威卫视报道